新城乡今天举行了复兴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祈福及动土典礼 包括了原住民族委员会的主委一将拔路尔 县长徐正位、立委、郑天才、陈寅 还有多位的县议员、地方民意代表各部落头目都到场祝福 期盼工程胜利可以让原住民的文化代代传承 县长徐正位举行复兴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祈福及动土典礼 县长徐正位与原住民族委员会一将拔路尔、立委、郑天才、陈寅 县议员、德布斯以赖周军佑、李正文、地方民意代表各部落头目 以及地方士绅前往祝福能够功成顺利 县长徐正位表示新建部落聚会所有太多面临新建用地取得 以及变成用地的繁琐程序 或许担任立委期间与郑天才委员共同提案要求内政部修改 凡经过中央或地方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同意设置聚会所者 不受一般公共设施用地目的使用的时候准许条件的限制 当时正位105年担任立法委员 106年和郑天才委员 在内政部对于文件站 不是对于我们聚会所用地取得的困境 我不得不佩服郑天才委员对于法令的窒息 还有法令如何去解套来说服内政部的公务员 但是也因为很多的法令环环相扣 所以必须要有时间不断的不断去修正 终于我真的要说终于在109年12月 在斯拉加造委员不断的去沟通 不断的在立法院去争取质询 终于通过公园用地 可以在我们新建原住民 原住民新建我们的聚会所的时候 可以来运用 新人家长和李太也感谢在此的规避 和主人们的共同期盼之下 让我们不行不过就会所能够顺便动工 土地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属于公园用地 其他的部落 包括大德部落 华阳部落 嘉兴部落等等 包括嘉陵部落 东方楼马部落 因为土地的一个变更 新办事业计划的进行 需要一定的一个程序 所以要谢谢中央 我们原民会以及花莲县政府 以及今天在座的两位立法委员 特别来给我们协助 来跟我们帮忙 也要谢谢花莲县议会 我们这个险期的三位议员 李议员周议员就不是议员 以及两位原民的代表 再代表后 强力的来集合 来协助帮忙 不信部落聚会所土地 位于新城江北部地区 都市计划的公园用地 因双榜都市计划 公共设施用地目标 使用办法规定 才得以多目标使用作为聚会所 在110年2月5号 核发建造执照 又因为复兴部落聚会所 飞蜀滑东二期 以及滑东三期执行项目 经过县府检讨 同意滚东纳列 花莲县第三期 综合发展实施方案 部落聚会所 新建第二期计划执行 并且在110年9月17号 核定为1600多万 经过五次工程招标 111.3月18号 完成工程发包 而在11号 并且办理动土仪式 记得请搜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